提倡者IMFJ是最罕见的人格类型 尽管如此 提倡者仍然想以自己的方式在这个世界上行走 大家好呀 我又回来了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那今天的视频呢 我是想来捏IMFJ的模拟小人 那一般性提到提倡者这个人格类型 我们呢就会把它和善良 福西为他人着想这些词联系在一起 那其实呢 作为一个IMFJ的女生 我也想谈一下自己的感受 那在这之前呢 为了给大家一个更具象的感受 我们来看一下有哪些明星和人物 是属于IMFJ提倡这个新人格的 看完这四位明星 大家能够想得到的形容词有哪些 对于我来说 我想得到的形容词 第一个是气质 第二个是特别的气质 第三个就是外柔内刚 不知道大家跟我有没有同感 看上去还有一点忧郁 然后普遍呢 IMFJ长得就是比较灵性 感觉就是特别的飘渺 有一种飘渺抓不住的感觉 那我们现在就提到了 IMFJ女性的外表呢 那我们就来多聊一点这方面 因为毕竟我们今天也是捏 IMFJ的女性的一个模拟小人嘛 嗯 我还想说的是 IMFJ其实很多女生 看上去都长得挺清纯的 然后很大一部分程度上 她们都比较的高冷 有些时候也挺可爱的 她们的穿着打扮呢 有些时候像个乖乖女 但是从言行举止当中 又稍稍能够觉察出 她们藏在内心深处的一种叛逆感 和离经叛道的那种 那种小小的悸动 那我刚才也说了嘛 IMFJ是外表内高 长得很柔弱很柔美 长得其实很低调 但其实在别人眼里 她们想要低调 但其实她们并不是很低调的感觉 那有些IMFJ看上去呢 就比较的个性 但是这种个性也是偏向于 比较柔和的那种个性 就是看上去可能会比较文艺吧 看着看上去会比较的正直 普遍长得会比自身年龄会小一点 当她们想在 待在自己的一个 puzzle里面的时候 那这个叫做自闭期 那在自闭期的时候 看得像一座冰山 其实很多IMFJ的女生 有些时候会超级的有先计 就像我刚才说的 可能就是灵气的另一种说法吧 哦对了 还有一种感觉就是 距离感 还有一种艺术的气息 萦绕在她们的身边 我记得就是 有很多人说 IMFJ的女生 有些时候她们的气质 甚至看上去是有点华丽的 华丽而又有神秘的那种感觉 有些时候 眼神里面总是装着心事的样子 看着很平静 看着很洒脱 然后有些时候 还真的会比较的隐忍 那当然是不能够触及 底线的原则 因为她们是比较怕麻烦的 这么一群人 但是真的说到底 她们也不怕麻烦 因为麻烦来了 那你也只有 就是去面对的 这么一个选择 她们有些时候 会显得很世故 但是也有善良 单纯人的一面嘛 她们也有可能是 有点孤僻吧 和清冷的感觉 那现在回到 我们捏小人的 这么一个过程中 那我现在在捏的呢 就是 算作是皮肤的细节吗 还是一些饰品 那我主打的 这么一个特质呢 在今天的捏小人过程中 那就是气质 气质上 要感觉 非常的清冷 然后又有一点 玉女的风发 我觉得这些特征 可以在妆容 跟脸部的线条 轮廓上体现的 我刚才其实还说到 就是气质上 有那么一点 华丽的感觉 那我也会 加一点华丽的元素 那这些呢 是在饰品和衣着上 是可以体现的 然后有些时候 他们的一些居家风 可能是非常的清纯 非常的可爱的 那这一点呢 我也会在他们的 daily friendly look 那里可以体现出来 我很喜欢这件上衣哦 这件上衣 其实非常的气质 然后配这个 就是下面的一套长裙 这个算是包级长裙吗 就是非常的简单 因为你的上半身 就已经是有一点 就是有很多花纹 在那里的 那下半身 就是要看上去 要简约一点 这样子才会找到一个 视觉上的平衡点嘛 那既然这套衣服 会比较气质 那我们的发型 也就是稍微搭配一下 就是比较 清纯的一个学妹风吧 OK我们来到 第二套 那第二套是 official formal的 一个正式装 正式装的顾名思义 要看上去 更加的严肃一点 就看上去 有一点像女强人的 这么一个倾向感 其实我捏人捏到现在 就不太喜欢 有大面积的那种眼影 真要看你捏脸的 这么一个 就是脸部的构造 如果你是捏成 欧美人的那种感觉的话呢 你的眼影就可以 就是变得大面积 因为他们的 轮廓就是很深嘛 那这个就不用我说了 那作为亚洲人 就是眼睛比较小的那种 我觉得睫毛是非常重要的 这么一个元素 那脸部的妆人 不能够太过于夸张 但是该有的 一定要有 一定要把他们的一个 个性跟风格 给体现出来 就是让 就是感觉就是 他们想要很低调 但是他们的本性 不让他们这么低调 那我们来到服装的那一部分 那我贯彻我刚才说的 就是要有点 女强人的感觉 这套红色不错 那下面就 配黑色的吧 黑色的 黑色的裙子 还是裤子 随便挑一下 像这种裤子就还蛮适合的 就是在一个稍微比较正合的 正式的场合是可以穿的 那发型也是 就喜欢干练一点的感觉吧 但还是要长发 最好不要染了 就是黑色吧 因为跟裤子的颜色相配吧 那我知道有很多人就 怎么说呢 就他们会有更加 捏小人的 更好的一些idea 那我很欢迎大家在评论区 就是多多评论吧 如果你有什么主意的话 你有什么idea的话 都可以跟我说的 那细节上面就 就是头发上面的一些 头饰的细节还是蛮重要的 那手部的细节嘛 就还好了 就没有那么的 就对风格没有起到至关重要的地步 那我们第三 第三套呢 是运动系列 那说到运动系列呢 我想把它打造的 就是比较清纯可爱的那种风格吧 就上衣是那种小碎花 那下身的话就是小裙子 它搭配起来 OK那我们就先回到就是说说提倡者 infj的一个优势 那我们infj呢 首先第一点就有非常强的一个创造性 提倡者呢 喜欢为他们关心的人找到非常完美的一个解决方案 这有可能是情绪上的 情感上的 还有实际的一个操作上的这么一个解决方案 那第二点呢 infj是一个非常有见地的这么一个人格 然后他们会通过努力来摆脱外表的影响 并且呢 触及事物的核心 这可以让他们拥有一种几乎不可思议的能力 来理解人们的真实动机 感受和他们的需求 那第三点呢 就是热情 那其实 提倡者是可以一心一意追求自己的理想 并且是愿意帮助他人的 因为这种人格类型其实不是很常见 可能是最稀罕最稀少的那一 就是那一种人格类型 提倡者往往会有一种 与大多数人不同的感觉 就是无论他们是否自己能够意识到 或者意识不到 由于他们丰富的内心生活 和寻找生活目标的生成而持久的渴望 他们总不是 能与周围的人融为一体的 那提倡者呢 一般性在大部分情况下都是比较内向的 但是他们重视与别人的深厚和真实的关系 那提倡者喜欢有意义的对话 远远超过谐聊 他们倾向于以热情和敏感的方式进行交流 这种情感上的实诚 诚实和真诚 还有洞察力可以给周围的人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那我们现在把注意力拉回到我们摸RNFJ提倡者的模拟小人过程中 那大家可以看到我马上就要完成了这个运动风的模拟小人 那这一套衣服呢 在现实生活中 我也是比较喜欢穿的 就是比较的realistic 但对于发型来说和发色 其实在生活中呢 我真的不可能染头发了 真的是太麻烦了 那我只能让我的模拟小人来尝试不同的发色 我很喜欢这种 这种叫破荷蓝吗 的这种发色 我觉得也特别适合RNFJ 是因为这种发色 非常的淡然 非常的有气质 而且别去一个 让人就是眼前一亮的感觉 那我们现在就到了晚上要穿的那种在家里穿的那种衣服 那我觉得家里面就是要给最亲近的人来看他们最比较 比较魅惑的那一面吧 但是同时不要忘记抓住气质这么一点 那眼睛还是就是不要有大片的眼影在那里 眼睫毛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然后我就就是重叠再加了好几层眼睫毛 那作为RNFJ的提倡者呢 他们倾向于寻求与他们家属关系 一样的一些职业道路 而不是简简单单的 就是仅仅只提供地位和物质利益的一些职业道路 那实际上就是许多提倡者呢 希望真的在他们工作中 找到他们自己人生的一个意义 而不是说对这个社会做出的意义 那当然也需要 但是是两者是兼顾的那种 并知道他们真正的在帮助别人 与别人建立联系 与自己的内心同时也建立一种比较默契的联系 那这种帮助和联系的愿望 可以使他们成为研究顾问 顾问员 然后心理学家 教师 社会工作者 研究者等等 许多提倡者 其实是一个非常有能力去 沟通和帮助他人的这么一个角色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他们经常会被写作的职业和一些 以绘画作为媒介来交流的一些职业所吸引 就创作出许多流行的一些书籍啊 绘画啊 还有一些就是交流的方式和提高别人健康的一种 帮助别人进行健康提升的这么一种方式 那我们来回到我们的捏按小人的过程中 那party的服装呢 我就想稍微的适当的夸张一点 我觉得在颜色上可以夸张一点 但是在衣服的款式上 我还是想就是做的比较的 嗯 传统一点吧 也不能算是做传统 就是比较简单化一点 因为当你的服装比较贴切与你的身材 去服务于你的身材的时候 那这套衣服给人的感觉就是适合你的 并且是气质的 那这套衣服呢 就是类似那种比较内敛的夜店服吧 这个能算作内敛吗 我觉得确实有 就是你跟那些英国人在周五周六的晚上去比的话 那这套已经算很内敛了 但是内敛中你可以看出这套衣服 绝对不是说工作场的时候穿的 就是去一些派对啊 夜店时候穿的衣服 那我们的发型也是要比较干净的感觉 不要就是那种乱糟糟的那种 就感觉 因为当你的头发比较的乱糟糟披下来 你的魅惑的感觉就会大于气质的感觉 那我们现在来到泳池装 那作为泳池装呢 我们也要贯彻 气质这两个体 那其实对于这款小人的一个脸部的一个化妆和脸部细节的一个打造 其实感觉上都是差不多的 那我一般性的都会一件一件的试一下啊 就觉得比较适合的都稍微试一下 其实这套泳装对于我来说 也算是比较就是内向内敛的 就该录的都没有录出来 但是看上去也很性感的感觉 然后这个颜色就是感觉比较深沉吧 这颜色就是给人感觉比较深沉内向 你知道我为什么不会选择就是头发梳到前面来的吗 因为他们这里就是会穿模 就这点我很不喜欢 因为不穿模的头发我还蛮喜欢的 但是我真的也不喜欢那种长不长短不短的那种头发 因为我本身的头发就是长到就是快到就是屁股那里 我能说这个词吗 好像有点不太雅观了 但是我就是跟你说一下 我头发的选择就是不喜欢穿模的那种 然后喜欢长头发 而且长头发是要长得比较有个性的那种 但是这个个性一定要是比较温暖的 比较温柔的那种个性 我们来到就是夏天的一个服饰 那我们夏天的服饰就是主打一个就是我们的化妆 我们的脸部给人感觉就不能够妆容太厚重 要有一点真实的感觉 那睫毛还是最重要的 睫毛和眼线 还有一个眼球的这么一个 Mask 唇部啊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唇部在我们亚洲人的脸上就是可以起到画龙点睛的一个效果 这几套其实我在之前的小人身上已经用过了 我觉得我应该再下更多的模组吧 我很喜欢这套裤子 粉色的我之前没有用过 我只用过蓝色和绿色的 因为我第一个选择是偏向于冷色调的衣服 其实我在录视频的过程中 我已经下了更多的其他的模组了 那我会就录更多的一些就是小人的一个模拟人生小人的装扮 那给大家来看 那我们现在来到最后一个冬天的一个服装 那冬天的服装呢就更能显示出内脸这个感觉 当然气质这方面也是非常容易突出的 那冬天我们纯色的感觉就是要有一点厚重感 填上该有的还是不能够去掉 像一些pacing什么的都应该放上去 因为我本人就是有鼻子上的pacing还有耳洞 我还有七环 我作为一个INFJ 我个人是觉得我还是蛮喜欢打扮的 但是我不喜欢打扮到让别人一眼看出来就说那么夸张的打扮 不是 我只是觉得想把这件饰品融入到我整个气质里面去 我想选一个不太一样的发型可以吗 这一侧我们来选点瘦女风吧 因为我其实我下载了很多不一样类型的一些发型了 有的就是泥巴感 其实我比较喜欢是真实感那种发型 但是偶尔也用一下比较卡通风动漫风的一些发型也是不错的 还是有新鲜感的啦 你看这个发型超好玩的 但是我觉得 OK那现在就是展示的一个阶段 那我希望大家喜欢我的 喜欢我的这一次INFJ提倡者人格的一个模拟小人的一个装扮和捏脸 那我希望大家也非常享受这整个视频的过程 我不知道大家是最喜欢哪一套呢 然后你觉得哪一套是有需要改进的地方 有什么地方改一下会让小人更加看上去像 INFJ提倡者的一个类型 那就请告诉我在评论区留言 那这期视频马上就要结束了 那这期视频马上就要结束了 那非常非常感谢大家的一个收看 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